最后一个部分 演算法 我们都知道运算思维里面有 系统拆解 有抽象号 模式识别 资料处理 还有一个演算法 演算法其实最简单 就是我们在解决按按钮发出声音 然后 产生影像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先定义积木吗 然后去读取 读取你的按钮的角位之后 如果确定他有按下去 就发出声音跟 把那个猫咪做定位的动作 还有发出LED要发光 那这些东西 你把它按照你的 顺序把它排出来 变成一个程式 然后可以运作 可以解决你刚刚那个问题 那这个就叫做演算法 这个就是演算法 所以你把一件 解决一件事情的程序 把它排列出来之后 你按照以后要 解决这一个 问题就按照这个步骤 那这个步骤就是解决那个问题的演算法 这个系统里面呢 其实他也吕含了抽象化的部分 我们在刚刚在讨论这个系统的时候 大家是大海里撈针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然后我们在 这个茫茫茫的大海里面 撈出一些讯息出来 把重点 把重点 变成了关键字 把它Key在新枝谷上面 然后形成这样一个架构 那你把 你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把架构挖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 抽象化的能力的训练 就是抽象化的能力的训练 甚至包括呢 你可以看这边 这边其实都还可以在 在做讨论跟改善 我们这边硬体呢 总共有 有按钮 有排线 有LED 但是因为我们在 谈那个 Doremi的时候 每一个按钮 跟LED 跟它的 发出的声音 或者是 那个 小猫出现的位置 其实都是一样的内容 所以我同样的三组的东西 我事实上我在做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组 所以我们在 在做 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分析啦 就是另一种方式 如果今天这边是谈Dow 那我需要 这边需要的就是一个 按钮 需要一个LED 然后需要一条排线 好 那这样的东西呢 我会有三组 然后RAID 这个第二个是RAID 第三个是RAID 第三个是RAID 那你看一下 你这样的结构 所以你会发现 你这不管是RAID 还是RAID 还是RAID 其实它们的结构 都是一样的 它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不但硬体结构一样 那它们的软体 结构也是一样 这是AMU软体的结构 这是AMU软体的结构 各位还记得 我们刚刚在写程式的时候 这个是Dow的结构 Dow是跟RAID跟Mi的结构里面是一模一样的结构 那如果你把这个 一模一样的结构抓出来 你做好一个之后 你做好一个之后 然后我们去套用 第二次我们是用复制的 第三次也是用复制的 然后再去改里面的数字 所以那个复制的动作 为什么你会去复制那个动作 因为你知道说 这一个结构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去做复制的动作 那复制的这个动作就是 模式识别 当你知道说 我如果以后还要用到 甚至是 Dow, Le, Mi, Fa, Sol, La, Si 这几个同样的按钮 我如果要做一个七个音的 那我再增加下一个音的时候 我一样是套用同样的硬体 那一样是套用同样的程式 因为这个模式你已经建立了 那所以我们刚刚用抽象化的方式 把这个模式建立出来之后 以后你只要用到同样的模式 就直接Copy, Copy, Copy 再去修改就可以 那这个就是模式识别 所以抽象化是把公式抓出来的能力 那模式识别呢 就是你去套用 你知道什么情况要去套用哪一个公式的能力 所以这是套用的方式 就是 然后 还有一个 就是 如果你更进阶 你把这个 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步骤 同样的模组 你把它写成副程式 在Squish里面叫做定义 叫韩式积木 如果把它写成一个韩式积木 那以后你就直接引用那个韩式积木 做更进阶的这个程式设计 那这个也叫做 抽象化跟模式识别 那抽象化的部分就是你把它改成 定义积木把它改成韩式 改成副程式的那个步骤就是叫做 抽象化 然后你去套用 这个模组 或套用这个副程式 或者你做成广播把它套用成广播 那这个就是模式识别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是彼此有 一个是产生公式 一个是套用公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马利尔之小绵羊的系统里面 它其实也有资料处理的部分 那从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这次按 按DOO的按钮 然后亮灯发出DOO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 当你侦测到按钮 5号角位的按钮有输入之后 我们就去发出DORENI的DOO 那这个DOO在积木里面它是60 60 但是它发出的声音就是DOO 那这边呢 发出的是 它的积木的数字是62 这边是64 那这是DORENI 所以 当你这个数字 你的资料 进到 系统里面之后 可是它呈现的时候 它是用 声音 来呈现 所以我们把把资料转换成声音 这其实也是资料处理的一部分 那加上这边 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 执行的过程中 各位还记得 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 当你按DOO的时候 那个小猫会出现在DOO的位置 按RAE会出现在RAE的位置 按MI会出现在MI的位置 按MI会出现在MI的位置 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刚谈进去的 资料 谈进去的DORENI 是会记录在你的清单里面 那这个是属于数据收集的部分 这也是属于资料处理的一部分 所以换句话说 在系统里面 只要你处理到跟数据有关的部分 不管你是 做一个转换 再做呈现 还是把它收集进一个数据资料库 然后甚至是 最后把它透过不同的形式 把这个 一代换成DOO 二代换成RAE 三代换成MI 再把它弹出来 好 透过不同的形式的 方式来呈现 或是呢 将来你利用到大数据 感测器收集资料 然后你会收集一堆 云端的一些资料之后 你再做一些分析 统计 甚至是判断 这个都属于资料 处理的部分 所以在国中小阶段 其实资料处理的部分 没有很难 还没有到资料结构的那个部分 这个给各位了解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